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大家都知道军队的训练强度大任务繁重 所以世界上每一支军队都需要节食耐用的越野车 很多军车在世界上也是十分有名的 比如美国的汉马 英国的路湖 也包括我们国家的猛士 而最近国内又有一款车企进入了国防领域 这个车企就是长城 估计长城这次要火了 长城旗下的越野车实际名气不小 特别是哈佛这个品牌 哈佛H6被人称为国产神车 这款车的质量受到了大多数车主的认可 而近日他的兄弟哈佛H9也正式的进入到了军中服役 根据媒体的报道 哈佛H9已经正式被命名为国防边境车辆 已经有212辆哈佛H9奔赴边境 其中武警黑龙江边防总队已经接受了109辆哈佛H9 这些车辆将陪伴着边防战士守卫国土的北疆 同时也彰显着哈佛H9的有良性能 从外观上来看 这款车的外观 硬朗霸气能够显示出一种威严感 散发出天生的野性和越野魅力 这样的车型作为边防用车是十分合适的 毕竟边境线上的路况没有城市的好 边防用车必须皮实耐用 这也是最起码的条件之一 而哈佛的底盘结构使其脱颖而出 在众多竞争车型中被选中成为了边防用车 它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 配合越野车标配的非独立悬架系统 使得整车的可靠性大大的提高 而且其采用了适时的四驱系统 使得其动力强劲 非常适合军队使用 而这次被选做边防用车 相信也是长城的荣耀吧 我们下次再见